第十题,关于4-6两化合物下列何者正确? 4是乙醇,6是乙酸 我们看到4跟6它的符号上都只有个黑黑的碳 所以它应该是钾 我们的4是我们的钾醇CH3OH 4又是我们的钾酸HCOOH 所以选项A是错的 选项B除了可做燃料也有医疗用途 体积 百分浓度75%的杀菌效果 比99%好 那这个是对的 我们的4就是我们的乙醇酒精 酒精可以做燃料也有医疗用途可以杀菌 那么在这个防疫期间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百分浓度75%的杀菌效果 比99%的效果要来得好 选项C 4跟6的关系属于同位数是错的 同位数指的是原子序相同 质量数不同的原子元素 那么我们的4跟6都是化合物 都不是原素所以当然不会是同位数 事实上他们也不是同分易购物 他们当然也不是同素易购物 他们什么都不是 所以选项C是错的 选项株 4因为含有OH 所以溶与水可解离出 OH-氢氧根 这是错的 纯类可溶与水 但是在水中不解离 所以他不会解决出氢氧根 选项株是错的 因此第10题问我们说 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4除了可作燃料 也有医疗用途 体积百分之浓度 75%的杀菌效果 比99%的好 2除了可作燃料